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琳瑯滿目很像那個工藝品在賣的 從世界各國來的這樣子 先談一下編舞家他希望這個作品的風格 然後我們從樂器的材質上去找聲音 譬如說我要金屬類的 或者比較溫暖的木頭的聲音 或者是皮革類 那因為打擊樂他非常廣泛 甚至你要調性的旋律樂器 或者是聲響的不這麼旋律的 他半身像的時候有用過 因為他是一個全集心的 他可能在某個時候的 給舞者一個聲音感這樣 就是這個留白你才能顯出你前後的層次 然後才能讓觀眾一起呼吸 比較緊張 然後比較激動的狀態的時候 你很難去注意到留白 然後留白反而會讓你沒有安全感 表演狀態是成熟從容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開始會有餘育去認知到留白這件事情 蝴蝶打擊樂練很多小肌肉 手指啊手腕這一塊 但我真的開始跟舞蹈合作之後 我開始會注意自己的大肌肉 然後會注意自己的重心 然後跟腳步 因為我們腳其實比較少用到 但是因為你看著舞者在這個空間這樣子 就是舞動你也會被影響 然後開始意識到自己身體感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或者是說OK你是舞者我是樂手 同時在詮釋一件事情 會有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方式 我覺得那個蠻吸引我的 就是不見得是這個很漂亮或很好的東西這樣 然後那個過程裡面的 這個不好的好像也蠻吸引我的這樣 跟舞者開始合作之後 我對空間的感知可能更多了 更自如放鬆地運用自己的身體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樂趣 打開對自己學了這麼多年的這個樂器 有更多的嘗試的可能 然後我覺得那個自由度 那個打開很大的視野這件事情 就是充滿很多的未知跟有趣的鬧陷 做了宿附送對象 做了宿附送對象 感谢观看